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一家严密安保的金店 一个手段高明的窃带 四岛防线全部失效 百万黄金博弈而飞 天花板上出现了蹊跷的洞口 嫌疑人如何从天而见 监控录像中找到诡异的黑影 侦察员如何密影追踪 天洞 天网板幕即将播出 这家金店是惠城区水口龙虎综合市场 最大的一家金店 生意一直十分红火 一个月前 金店的店长刘强对店面进行了翻新装修 完善了安防设备 可是他没想到 谨慎的防范仍然摆密一说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刚过了一个繁忙的周末 刘强又向往常一眼 早早地来到市场 准备开张营业 正常开门时间就是说全部都是早上九点 然后九点我们就要过来开门 开完门我们就进行就是说摆货 然后就开始营业 在金店的侧门 刘强举起手中的遥控器 准备打开卷闸门 然而他反复按了几下遥控器 卷闸门却始终没有反应 然后多按了几次呢 还是不行 然后我就跑到了那个正门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侧门跟正门嘛 那我到正门的时候呢 试了两下 也是不行 遥控器突然失灵 难道是电源跳茬了 刘强隐约记得 重新装修后 卷闸门装了备用的蓄电池 即使断电 卷闸门一样可以被打开 可是不管刘强怎么按遥控器 卷闸门就是纹丝不动 我心里就有点担心 就有点慌 因为好好的门开不开 为了不影响生意 刘强又想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先往二楼露台的广告牌处 看看能否将卷闸门用手拉起来 跑到招牌上面的时候呢 我就从中看了一下 那边的铁皮呢 就是已经被撬开了 一般来说铁皮会被螺丝固定在路台上 为什么只有金电上方的这块被撬开了 刘强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下去派出所的两名民警 率先赶到现场 由于金电的卷闸门始终无法打开 民警无法通过正常方式进入店内 店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仍然是他不一之数 在刘强的带领下 民警来到二楼的露台 试图寻找其他方法进入金电 那个铁皮打开 当时我们就有发现 当时我们有发现 后来我们就带了手道 带了那个工具 我们就进去 铁皮被撬开的地方 有一个30公分左右的缝隙 从这里 勉强能够进入金电天花板上方的夹层 这个夹层仅有不足一米高 民警只能跪在木板上 匍匐前行 通过一番寻找 民警在夹层内 发现了一个长约40厘米的正方形洞口 顺着洞口向下望去 民警隐约看到 金电内部已是一片狼藉 柜台全部被他搬的 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 然后货品也受得乱七八糟的 正如民警所怀疑的 金电在昨天夜里 遭到了一番疯狂喜结 几分钟后 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侦察员和技术人员 纷纷赶到现场 并将现场封锁起来 展开初步勘察 一说到金堂被盗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金额巨大 金电内被人翻动得异常凌乱 盛放金银首饰的盒子散落一地 柜台里面的金银首饰全部被细击一空 经过初步估算 店内损失的贵重物品 总价值超过一百五十万元 柜台主要集中的是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比较昂贵的钻石 一部分就是以银气为主 金气就是少量 在这个二十平米左右的金电里 只有保险柜里的金气 幸免遭窃 保险外面有个木门 木门是打开了 但是没有去盘 整个现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正中央的位置 金电中间的柜台上多了一把椅子 椅子上方的天花板有一个正方形的洞口 技术人员在椅子上提取到了几枚不完整的鞋印 在现场的一些关键位置 发现了几枚疑似嫌疑人留下的指纹 民警断定 从洞口到椅子 应该就是嫌疑人进出金电的路线 在那个铁瓦 铁皮瓦上 还有那个空调机上 都有它不完整的足迹 我们错不认定 起码进入案发现场的 只有一个人 通过对刘强的询问 警方发现 这家金电的安保措施十分严密 在各个角度 店内不仅装有12枚监控探头 并且还在天花板上 安装了三个红外线感应报警器 店外 每晚都有保安坐在门口 值班到凌晨6点 晚上来关了门之后 我们所有的报警系统 也全部到位 包括跟拍摄的时候联网 对不对 全部都到位 然后外面又做了一个保安在那里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店应该算是最安全的一个店 令人吃惊的是 嫌疑人并没有破坏大门 而是规避了所有的报警装置 让金电的安防措施全部失效 敢挑战这种 安保措施严密的 嫌疑人比较少 必须要破这个案件 而且要尽快破 防范措施已经如此严密 却仍然难逃一截 窃贼如何做到从天而降 来去无踪呢 这十二枚监控探头 又能否捕捉到嫌疑人的踪影 来去无踪的飞肥 扑朔迷离的洞口 安防措施严密的金电 为何百密一疏 无法使用的监控 整齐剪断的变现 究竟是谁会对金电 了如指掌 天动 天王檀幕正在播出 2015年3月1日 惠州市惠城区的一家金电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价值150余万元的金银首饰 在一夜间不翼而飞 金电的大门完好 卷闸门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经过勘察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竟然是从天花板上的 一个正方形洞口 进入案发现场的 如果说他这个天降神明这种方法呢 也就在电视剧里边 电影里面经常见到 在诸多影视作品中 那些飞檐走壁 无孔不入的神头圣手 往往是江阳大盗 惠城警方没有想到 这一次竟然让他们遇上 直接越过他所有的卷闸门 和摄像头 直接进入店铺内部 就是直接从他的那个天花板 那个隔层里面 就进去 嫌疑人从这个通口进入现场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难道他也能来去无踪呢 侦察员偏不信邪 他们开始在金店的监控系统中调取影像记录 可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发现他里面 装了所有的 那个视频监控 那个线全部被剪了 全部都什么 一个画面都没有 电源被切断 电里的所有探头就成了摆设 糟糕的情况不止如此 除了监控的电线之外 卷闸门 报警器等所有的电线和电源设备 几乎全部被破坏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就很熟悉 对这个现场也好 或者是我们布的限度也好 那就比较熟悉 天花板上是一个长宽 各约40厘米的正方形洞口 是在装修的过程中 预留出来的维修口 平日被栅栏方锁 从表面上看 与普通的通风口无异 而二层露台的缝隙 更加隐蔽 如果不是对店内情况 了如指掌的人 根本不可能发现 这个出入口 谁会知道这个洞 当时我一直在打着问号 就是谁会知道这个洞 几天前 金店刚刚完成了翻新装修 广告牌也是刚刚才翻新过的 仅仅开业没几天就遭盗窃 这似乎给警方提供了一种 合理的怀疑 只有去过二楼安装广告牌的人 才会看到露台的缝隙 进而发现进入现场的通道 攀爬进来的话 又要去切断了电源 这个要非常准确 所以一般 除非是安装人员 一般来说的这种外道 外来的贼是我们想象不出 它能够摸倒 根据店长的说法 在金店装修的过程中 前前后后参与施工的人员 一共有二十多人 但是上过二楼露台 并且进入过天花板上方加层的人 却只有装修队的包工头一个人 除此之外 就是店长刘强 通道这一会 因为我主要负责这个店 所以说这里面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会去参与 所以说在天花上面 我也会爬上去的 所以说上面的情况 我也是知道一点点 但完完全全就不知道说 那里会有一个口通 通到我们店里面来的 警方将目光暂时锁定在包工头和店长 这两个人身上 探查过程中 侦察院在现场发现了新的指纹和脚印 通过比对 这些痕迹既不是包工头的 也不是店长的 而且质文库中也没有吻合的痕迹记录 在排了很多人之后 发现这里边没有嫌疑人 就没有说很大嫌疑的人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走入了一个死胡同的感觉 这会不会是一期内外勾结的弃案呢 侦察员没有任何证据 初步的勘察结束后 技术人员已经撤离了现场 只有侦察员李启光不愿离开 他独自一人在金店内左右徘徊 勘察的细节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一回事 怎么可能 不是熟人 难道这个人他有先知之明吗 一方面 嫌疑人准确地切断了电线 破坏了金店严密的安防设备 一方面 嫌疑人发现了保险柜 但是他不具备撬到保险柜的能力 综合现场的情况看 他选择的作案路线非同寻常 小偷小摸嘛 他就没有这个经验去发现这个洞 你说他有经验嘛 他肯定带一些 例如是撬棍啊 这样的作案攻击 但是我们看现场没有 李启光的目光 再次锁定在了这个不大的正方性洞口上 他认为 既然嫌疑人曾在家层中有过长时间的活动 那么就一定会在这里留下蛛丝马迹 他决定 派人再次进入家层中寻找线索 很压抑很小的一个空间 当时也有想过这个嫌疑人会不会身材就很矮小 在天花板的家层里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在剪断电源线路时 是未经筛选全部剪断的 一些并不相关的电气电源线也被剪断了 但是从电线被剪断的切口来看 作案手法十分专业 你虽然剪断了 他又不出电 而且他下来 还把总电源关掉 为什么呢 他脑海里可能就有个电子 技术人员认为 尽管中心现场的监控线路被剪断了 但是应该能够从影像记录消失的时间点 判断协议人记录现场的时间 从时间上缩小范围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取他这个几天的情况来 就发觉 他每天的早上八点来中 八点半以后 就恢复正常 每天晚上的十点半以后 就关掉 自动关掉了 这一情况 让侦察员十分取暂 如此一来 嫌疑人作案的大致时间 也无法确定 侦察只能向外围扩展 从海量的治安和社会监控助手 虽然这是一项大海捞针般的工作 但是此时 这却是摆在侦察员面前的唯一方向 手法老店 来去无影 狭小的家层中 线索被一一阻断 监控中一闪而过的黑影 两个黑色的塑料袋 警方又将如何逆影追踪 天洞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案发现场的监控设备全部遭到破坏 现场遗留的指纹和鞋印 也没能给案件侦破 带来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警方只能从外围监控入手 一点一点寻找线索 一个是根据他的被盗物品 还有一个嫌疑人 有可能会以什么方式出现 从哪个地方进路 距离金店最近的探头 在小楼外侧的楼梯口 从嫌疑人进出现场的轨迹来看 要想到达二楼露台 就一定会经过这里 令侦察员失望的是 这处监控已经安装多年 影像质量十分粗糙 在夜间昏暗的光线下 侦察员眼前的画面 几乎是一片漆黑 但是就在漆黑之中 侦察员还是敏锐地 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因为他这个人上了以后 他没有直接往上走 而是在一楼跟二楼之间的转角处 他停留了 等他停留的话 可能就在这个瞬间 我们就他那个手机亮了有一秒钟 这个黑暗中的小光点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他们发现这个人是到了二楼的时候 才触动了手机 这个举动似乎是为了照明 通过反复的研判 侦察员认为 这个模糊的身影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你如果是住家的话 物业也好 他根本没必要拿那个电筒去照一下 那手机电筒 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你熟门熟路了 监控中显示的时间为凌晨三点 可以判断 嫌疑人就是在这个时间进入现场的 将近三个小时后 这个黑影再次出现 由内而外逃离近殿 一直在等 在锁 锁他出来的时间 出来 他是更加模糊 那个黑影只是好像以访而过的 一个很不起眼的 一个变色样的 以黑影离开的时间为依据 警方很快在其他基础监控录像中 有了新的发现 凌晨5点32分 在金殿对面较远处的一个监控画面中 这个黑影逐渐清晰起来 而最让警方怀疑的是他手中的黑色物体 一点点的一个影子 手上提了两个塑料袋 警方瞬间意识到 这两个塑料袋里 还有可能装着嫌疑人盗窃的脏物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侦察员再次来到金殿内 对丢失的物品寄进二次清费 丢了东西大概有多少 叫他自己给我们讲 里面有没有丢了哪一种的袋子 他后来给我们讲了 里面有些垃圾袋 黑色红色的塑料袋 丢了好几个 根据店长的示范 店内丢失的物品数量 刚好可以装满两个相同的塑料袋 这也就印证了警方关于嫌疑人的猜测 专案组立即决定 对这名男子展开追踪 视频显示 嫌疑人提着两个黑色的塑料袋 穿过停车场 朝着市场对面的街道走去 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 侦察员在市场对面的街道上 接连钓跃监控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 踢着类似黑色塑料袋的人也 又没了 怎么一回事 再看两边 没路可走了 怎么会就这么没了 根据警方的判断 嫌疑人从停车场走到街道 用不了十几秒钟的时间 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莫非嫌疑人对市场周围的治安探讨 也是了如指掌 就一直僵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然后突然就我们有个视频员 就看到那个路口有一辆摩托车 从那个我们治安视频的一个角落里面拐出去 侦察员立刻顺着摩托车行驶的方向继续追踪 不过在调阅了多个治安监控后 他们仍然一无所获 嫌疑人似乎是在有意识的规避道路上的监控探讨 并且他也的确做到了 因为我们费城区 这个治安视频分布也不少了 能够完全把我的视频全部咬开了 真的还没看过有一种这样的案件 面对如此狡诈的犯罪嫌疑人 专案座的所有办案民警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目前的监控探讨无法捕捉到嫌疑人 侦察员就扩大调查范围 挨家挨户的走法 力图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环节 不断地寻找 就是发现了一个视频的可疑点 要寻找到下一个视频的可疑点来去支撑它 要再不断地寻找这个线路 随着调查距离的不断延伸 视频资料也越来越多 距离停电一公里外是一处建材厂 在这个探头下 侦察员终于又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他装的那个视频的质量是特别高 那个视频 经过那个视频之后 我们就看清了 他整个衣服的颜色 跟那个当时提的两袋东西出来 这个黑衣 那个颜色 是完全一致 就是蓝色 至此 警方已经大致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尽管在所有的监控画面中 嫌疑人都用帽子折挡住了面部 但是 那两个黑色的塑料袋 还是给警方提供了追踪的依据 嫌疑人逃跑的轨迹 逐渐清洗起来 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 两个没有改变的黑色袋子 火眼金睛的侦察员 又如何大态捞针 一个傲然的发现 一场不轨的图谋 看似无懈可欺 实则难逃法王 天洞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对数以百计监控录像的比对分析 侦察员确定 嫌疑人习一辆踏板摩托车 身穿蓝色连帽上衣 在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清洗之后 在进一步的摸牌中 警方得知 嫌疑人在作案后第二天就乘坐大巴 逃回了广西老家 于是一组侦察员火速驱车赶往广西南宁 寻找犯罪嫌疑人 3月4日 两辆面包车 悄悄驶入了嫌疑人所居住的村庄 进行蹲手 自己抓捕 我们的侦察员当时在车上时间太长 太长了 就想下来伸伸腰啊 你转身碰到嫌疑人了 他马上把帽子一戴 转身想跑 你这样就给我们侦察员一个坚定的信心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在经历了四天三夜不间断的奋战后 警方终于将犯罪嫌疑人何欣抓捕回来 通过比对 何欣的指纹与现场嫌疑人留下的指纹完全吻合 在何欣的指认下 警方找到了他藏匿遭物的地点 在何欣家二楼的客厅里 侦察员找到了一个旅行包 包中装满了倒起来的银饰 而更为贵重的黄金钻石和玉石首饰 则被何欣买在了自家庭院前的一处土坡上 把那个脏物从地底下挖出来之后 当着它们进行清点的时候 就拆那个包装就发现 他把这些到来的脏物分门别类 分得很清楚 而且装在塑料瓶里边 至此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在何欣的供述下 一些警方始终无法解答的疑点 已被逐一解开 原来何欣由于赌博输了钱 迫切需要一笔资金 来偿还信用卡线下的债务 因此萌生了干一票的想法 从哪家来深圳值了两百多块钱 然后那时候又急着还信用卡 又没钱交还书 然后那时候想搞点钱 然后去找份工作 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 起初他们推断是熟人作案 但是何欣与这家金店 似乎并没有什么瓜葛 他又是如何发现了 那个隐蔽的通道呢 何欣交代 那只是一个傲然 一天晚上 何欣路过金店 他发现金店的广告牌 和卷闸门之间的缝隙中 有光透出来 出于职业的经验和敏感 这个常人不易察觉的细节 却让他动心了 那卷门晚上呢 把那个灯光照出来 在卷门那里照出来 然后有看到有缝可能能钻的 它是从店外面 店外面通过那个广告牌的缝隙 直接看到店里边那个水泥板 所以这就是三个空间的问题 就是店里边的空间 跟店那个吊顶上面的空间 至少有光透的话呢 就是有可以通过 随后何欣又来到二楼露台 进行了几次踩点 他发现广告牌后方的铁皮 是可以打开的 从这里可以进入金店 吊顶上方的加层空间 他感到有机可乘 这里有这么大的漏洞 然后就觉得第二点也没多想 如果不干的话就被别人干了 那当时是这么想了 他的对这个缝隙的分析 也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一个平常人怎么会想象到 用这一种方式去发现一个缝隙 发现一个洞口 这个都是差出我想象的 还有一点让侦察员无法想象 金店的安防措施可谓严密 核心是如何准确彻底的 把它们全部破坏掉的 案发当晚 核心按照计划 从露台上的缝隙 进入金店上方的加层 并且剪断了店内所有 电子设备的电源线 他懂这个电 二百二伏的 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剪是不会出电的 所以他是 都剪这个电线之前都很小心的 一根剪这头一根剪那头 这样分开来剪 最后核心通过天花板上预留的维修口 进入金店内部 将柜台中能拿的首饰 全部洗进一空 装进两个黑色的塑料袋内 然后借住一把椅子 按原路离开现场 在那个店里面 整整待了两个小时 他这个整个过程中还是比较淡定的 是慢慢来 把所有职钱的全部搞走 在距离金店不远的地方 他骑上早已准备好的摩托车 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 一路逃窜 路上他避开了几乎所有的治安监控 而且第二天 核心就离开惠州 回到了广西南宁的老家 当时我们抓了他之后 把他带上车的过程中 他转头就问我们侦察员 你们是怎么知道 是我怎么知道 他是觉得他自己 这个踩点也好 对这个案件 作案过程中的精心设计 已经是很完美很完美 核心没有料到 他一手策划的 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逃跑路线 竟然还是没有逃过 惠城警方的火眼金晶 这个仅仅做了四天的发财梦 也随着案件的告破 烟消云散 不可能一步在那边 你不要想那些 干一掉就 就能发大财的 警察知道 会把你抓到的 相对于抓捕而言 更令侦察员欣慰的是 四天之中 他们马不停停 由于抓捕及时 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消赃 绝大多数的赃物 都被警方找到 返还给市主 最关键一点 就是我们的受害人 没有得到损失 能够保护了 我们的公民 和他的财产群